就在民怨跟嗆馬的抗議聲中 總統馬英九跟副總統吳敦義 今天宣誓就職中華民國第十三任的正副總統 而在今天馬總統的連任就職演說當中 他提出了強化經濟成長 提升競爭力的五大支柱 希望打造幸福台灣 而對於兩岸關係 他強調是一個中華民國兩個地區 另外針對最近引起民怨的油價電價調漲問題 以及在野陣營揚言要倒閣的問題 馬總統則是表示 他相信那個團隊會記取這次的教訓 未來他也會密切觀察隔壘們的各種表現 做適度的考評 如果有必要 會再做大幅度的變動 總統馬英九與副總統吳敦義 宣誓就職中華民國第十三任正副總統 馬總統五二零的就職演說 強調國家要發展就必須改革 而要改革就要承受調整的陣痛 至於郵電雙長的民生議題 馬總統也表示會傾聽民意 馬總統也再次呼籲在野黨領袖展開對話 尋求朝野和解 而對於兩岸關係 馬總統除了延續九二共識 一中各表的基礎 更不為國內敏感爭議的一國兩區論 強調一個中華民國兩個地區 這是憲法定位 更是兩岸最理性務實的定位 二十年來臺灣兩岸的憲法定位 就是一個中華民國 兩個地區 畢竟三位總統從未改變 兩岸之間應該要正視這個現實 求同存異 建立互不承認主權 互不否認治權的共識 不過馬總統的演說 加上市政表現 無法獲得在野陣營的認同 將提出倒閣 表達對馬政府的不信任 馬總統在就職演說後的中外記者會上 回應對外界的批評 已經誠懇表達過歉意 未來將會努力記取教訓 也會密切觀察閣員的表現 馬總統也間接表明 明年將繼續爭取 擔任國民黨主席 藉此推動一黨府政 同時也將檢討政策的決策過程 不會獨斷獨行 我之所以要兼黨主席 就是為了使得黨政的運作 能夠順暢 但在這個時候 我覺得堅韌 對我們工作的推動 會比不堅韌要來得好 請放心 我不會獨斷獨行 因為可能是我們 諮詢還不夠多 那我們會檢討 也會來再加深 正式展開第二任期的馬總統 在聲勢低迷 批評聲浪中就職 馬總統記者會上 放低身段 多次回應檢討改革 也不忘訴求打造幸福臺灣 是他第二任最重要的目標 記者臺北綜合報導